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有些文字一读 脑子里面就会复现出画面呢 我来举一个例子 下面这段文字选自我的新书 叫《太阳系简史》 拉玛义无反顾地冲向太阳 速度越来越快 所有的计算表明 拉玛将像飞蛾扑火一样 被太阳的烈焰吞噬 可是拉玛再一次震惊了人类 它以每秒2000公里的速度 在距离太阳极近的地方 拉出了一根优美的弧线 就像一只飞鸟 高速俯冲到水面 饮了一口水 又轻巧地飞离水面 在吸饱了太阳的能量后 拉玛朝着大麦哲伦星云的方向 飞出黄道面 一去不复返 我相信啊 你们跟着我的朗读 会有一种看小电影的感觉 对吗 那这个呢 是我在《太阳系星之》中 写的一段解说词 这个画面显然呢 不是我看见过的画面 而是我幻想出来的画面 但是啊 它却可以写的 像我真的见过一样的 一部电影画面 我让动画设计师 帮我把这段文字 配上了一段动画 下面呢 我想请大家来看一下 这段动画 你可以看看 实际做出来的这个动画 和你脑子中想象的画面 有些什么样的差别 罗摩义无反顾地冲向太阳 速度越来越快 所有的计算表明 罗摩将像飞蛾扑火一样 被太阳的烈焰吞噬 可是 罗摩再一次震惊了人类 他以每秒2000公里的速度 在距离太阳极近的地方 拉出一根优美的弧线 就像一只飞鸟 高速俯冲到水面 引了一口水 又轻巧地飞离水 在吸饱了太阳的能量后 罗摩朝着大麦哲伦星云的方向 飞出黄道面 一去不复返 那么 怎样才能用文字 写出栩栩如生的画面 甚至是现实中 你从来没有见过的画面呢 所谓文字的画面感 又是怎么产生的 我们又该如何学习 写出这样有画面感的文字呢 这就是我今天这堂课 要教给你们的内容 不过更准确地说 我今天要教给你们的 其实呢 是训练方法和训练要点 重要的 其实不是听我讲理论 而是你们按照 我教给你的这些方法去练习 在介绍具体的训练方法之前 我要先给你们讲一个重要的概念 这个概念呢 叫做文字的警别 警别这个词啊 来自于影视术语 我们用摄像机拍摄一个画面的时候 一般呢 可以分为全景 中景 近景 特写 如果往前后再延伸一个警别啊 那就是大光角和微距了 但是这种警别用的比较少 所谓的警别 我们用更通俗的话来讲呢 就是相当于啊 它模拟我们人的眼睛 站在离对象多眼的距离 来观察它 远近中 还有微距盯着它看等等啊 那这个概念啊 其实也可以用在用文字描写一个画面时的感觉 比如说啊 你现在脑海中就想象自己站在一条熙熙攘攘的商业街上 然后呢 你用文字来描写你看到的景象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用不同的景别来描写这条街的景象 好 我来给大家举几个简短的例子啊 我们先来看一段全景描写 这是一条位于市中心的商业街 电招五颜六色 密密麻麻的分布在街两旁 没有一丝空隙 街上人来人往 非常热闹 一家叫太忙时光的果茶店前排着长长的购物队伍 好 这是一段全景描写啊 我们再来看中景描写的话该怎么描写呢 这家叫太忙时光的果茶店 显然是一家网红店 小小的窗口前至少有二十多个青年男女在排队 有的人伸长了脖子焦急的等待 也有的人悠闲的刷着手机 店内的四个店员飞夜似的忙碌着 不停的将一杯杯做好的果茶递出窗口 好 这段叫中景描写 那如果我们把它切换到近景描写的话呢 该怎么描写呢 就像这样 太忙时光果茶店很小 色彩鲜艳的亚克力招牌熠以身辉 一台高清液晶电视对着街道 滚动播放着美味诱人的画面 四个店员已经把店内三四平米的空地挤得满满当当 动作就像是快镜头 它的窗口最多容纳两个人并排站着 现在窗口已经排起了长队似乎没有尽头 刚才这段我们把它叫做静景描写 那我们如果再来一段特写描写的话 应该是怎样的呢 像下面这样 太忙时光果茶店是这条街上的网红店 在它的玻璃柜台下面摆满了各色芒果 不同颜色的灯光从各个方向照射过来 使得芒果的表皮泛着极为诱人的光泽 干冰冒出的雾气在整个玻璃柜台中流动 看上去就像一幅精美的摄影作品 我上面这四段描写的就是叫做文字的景别 我发现一个规律 就是我们在看到一段文字的时候 画面感是随着景别的推进而加强的 也就是说特写的画面感最强 然后依次是近景中景和全景 所以如果你想在总体上控制读者 对你文字的画面感 那么你就一定要学会 可以写出不同景别的文字 在必要的时候 你需要写出特写和近景 你才能让你的文字具有画面感 而且是强烈的画面感 我还有一个重要的经验 就好像影视剧需要景别的切换一样 有画面感的文字也需要切换景别 假如你的一篇文章 从头到尾都是同一个叙事景别 那么这个画面感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弱 增加别的景别 也就是增加景别的切换 就会增强你文字的画面感 好了 那么建立了文字景别的这个基本概念后 我们就可以接着往下讲 如何写出有画面感的文字 以及训练方法了 如果你能把一段文字写得有画面感 那么这段文字就是有生命力的文字 就是耐看的文字 这种能力其实是可以训练出来的 怎么训练呢 其实是反过来 就是你先从练习用文字语言去描述一个画面开始 这有点像我们读小学的时候经常要做的一类作业 记得吗 看图说话 现在我们要做的练习是看图说话的升级版 叫看片说话 当你能够熟练地掌握了 把看到的画面用文字描述下来 那么你也就能很快地掌握 把脑子中想象的画面用文字描述下来 这时候你就能写出有画面感的文字了 下面我来带着你们做练习 让我们先从一个最简单的画面开始 好 看到了吧 首先这个画面从影视镜头语言上来看 是一个钟景 可能绝大多数人在描述这个画面的时候会这么写 1996年8月7日 在白宫的南草坪上 美国总统克林顿走到发言台前说道 好 你看这么写在我看来叫中规中矩 没有什么毛病 但是这是平庸的描写 或者说这段描写的画面感是不强的 那么怎么才能让这段描写的画面感变强呢 关键的技巧其实就是三个字 叫抓细节 那么现在我把这个画面再播放一次 这次我希望你留意画面中的每一个细节 然后思考一下 刚才那段平庸的文字漏掉了哪些关键细节呢 好 你又看了一遍 下面你们来看我怎么把这个画面中的细节给补充上去 我是这样描述这个画面的啊 我们的故事要从1996年8月7日 美国东部时间下午1点15分开始 这一天风和日丽 阳光明媚 在白宫的南草坪上 美国总统克林顿面带笑容的 走到一个小小的发言台前 从容的拿出讲稿 朝前方看了一眼 然后说 大家注意 这些加粗并且加了下滑线的文字 这些文字呢 就是我所说的细节 它们是让你的文字有画面感的关键 你要捕捉画面中的细节 这些细节就是让读者产生画面感的那些关键文字了 实际上啊 我刚才这段描写的原理啊 就是我前面给大家讲了文字的景别的时候 我谈到啊 一段文字要有景别的切换 而那些细节呢 就相当于是特写 在原始画面中没有特写 但你写出来的文字 确实可以添加特写的 我们写克林顿的表情 写他的动作 这些啊 都叫做特写 你甚至可以在脑子中 把刚才那个画面 重新用电影的手法 你拍一遍 好 我们再来看一段画面啊 那刚才这段画面呢 是美国的火星探测器 勇气号和机遇号 在火星表面着陆时的三维动画模拟 如果你要用文字 告诉你的读者这个画面 那么你该怎么描述呢 那么你现在呢 就可以想想看 如果是一次语文考试的话呢 我估计啊 下面这段段描写呢 很可能会是交上来最多的一种答案 比如说这样 降落伞带着勇气号的着陆舱 在火星大气中下落 着陆舱突然膨胀 被很多个大气囊包裹了起来 还有可能是这样的描写啊 降落伞带着勇气号的着陆舱 在火星大气中下落的时候 勇气号的着陆舱 突然被一个正四面体的气囊 包裹了起来 那其实在我看来呢 上面这些呢 都算是合格的描写啊 如果是我是批卷老师的话呢 我也会给他批一个60分 合格没有什么毛病 但是呢 这依然是平庸的描写 不出彩 关键原因呢 就是这两段描写啊 它的画面感不够强 读者看到后呢 还是很难想象出画面来 那么下面我来教你 让文字产生画面感的 另一个关键的诀窍 这个诀窍就是啊 用熟悉的东西 代替陌生的东西 这么说吧 画面感的本质呢 来源于一个人熟悉的场景 或者物品 只要你说到了读者熟悉的东西 它头脑中自然就会浮现出画面感 比如你说大海 它的脑袋中就会浮现大海 那如果你对一个从来没有见过大海的人说大海 那他就肯定想不到大海了 你说苹果 他就会浮现出苹果 但如果你说正思面体 对不起 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正思面体 脑子里面自然也就想不出来了 你如果说气囊 那每个人想到的气囊可能是千七百怪五花八门的 当你说的东西太泛泛的时候呢 这个画面感也很难产生 或者说每个人产生的画面感就会千差万别 那高手会怎么做呢 高手呢 就会设法找到人们熟悉的物品 来代替陌生的物品 生活中 我们熟悉的正思面体有什么 你想想看 可能只有两样 一样是金字塔 还有一样呢 是三角形 三角粽子 粽子的形状五花八门 但是有一种常见的粽子的形状呢 就是像你们图片上看到的这张三角粽子 那一个个圆形的气囊的形状像什么呢 最容易想到的就是葡萄 对吧 我估计很多人都想到了 那在我之前的写作《信里营》的作业中呢 其实也有这道题目 我让大家用文字去描述 勇气号着陆仓在着陆前的这个外形 结果啊 交上来的几十份作业 有很多人想到了金字塔 也想到了粽子 也有很多人想到了葡萄 但是很遗憾的是呢 就是没有人想到 要把这两样东西给结合起来 一起描写 那假如这道题目有标准答案的话 那么下面呢 我就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标准答案 你应该这么描写 在半空中 勇气号的保护外翘 突然膨胀成 由一个个圆形的小气囊组成的正四面体 每一面都是由六个滚圆的小气囊组成的等边三角形 它看上去啊 就像是一串长成了三角粽子形状的葡萄 或者可以说 它看上去就像是一串长成了金字塔形状的葡萄 一篇文章中的人物 到底怎样写才会让人觉得活 怎样写又会让人觉得死呢 经过过很多年的这个写作实践 我发现这些你可能觉得 它只能是意会不能言传的感觉 其实呢并不是不能言传的 而是有一些确定规律的 今天呢我就要把这些规律交给大家 一个最核心的规律就是 人物越是立体 则读者越是感觉鲜活 好 听到这里 你可能心里又开始吐槽了 说你这无非就是用了一个新的抽象名词 来取代了原有的抽象名词 我还是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 你别急 我会把立体这个抽象概念 给它赋予可实操的含义 不会给大家玩弦的 一定是手把手的交给你 怎么才能够把立体给它 实际的给它写出来 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 下面呢我念一段文字 毕达哥拉斯第一个想到了 脚下的大地很可能不是平的 而是一个球形 但是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学生的时候 大多数学生都对此感到不解 因为他们觉得 既然一张地塔能够铺满整个地面 而没有一点凸起的地方 那不就说明大地是平的吗 毕达哥拉斯认为 这只是一种假象 因为大地实在太大了 这就好比一只蚂蚁在一棵大树上爬 从蚂蚁的眼中看去 大树也是平的 我上面这段文字呢 其实呢也是挺不错的一段文字 它也是合格的正确的描写 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啊 就是给人的感觉 这里面的人物是死的不是活的 换句话说啊 刚才那段文字 其实是我举的一个反面例子 这段文字的主角是古希腊数学家 毕达哥拉斯 这段文字中的毕达哥拉斯呢 就是很多读者口中啊 说感觉的那种啊 感觉是死的不够鲜活 好了问题来了 那么怎么才能让 这个毕达哥拉斯鲜活起来呢 怎么把这段文字给写活 换句话说呢 就是怎么让毕达哥拉斯这个人物 在文字中显得鲜活起来 好 我来给大家看正确答案啊 下面这段文字呢 选自我的书 星空的琴弦的第一章 叫大地的形状 我现在呢 把实际我在书中呈现的文字呢 给大家念一下 当毕达哥拉斯 把大地是个球形的想法 告诉他的学生们的时候 引起了震震的惊呼 有学生就忍不住问啊 先生 如果我们的大地 真的是球形的话 为什么我们拿一张地塔 可以平整的铺满整个地面 而没有一点突起的地方呢 毕达哥拉斯指着身边一棵 三人核爆的大树说 看 这棵树上有一只蚂蚁正在爬 我敢保证 在这只蚂蚁看来 这棵树的表面 它也是平的 因为蚂蚁的眼界太小了 我们人类在大地上 就像这只蚂蚁 我们的目光 能看到的距离 实在是太有限了 所以我们会认为 大地是平的 好 我现在呢 希望你来体会一下 这两种写法的不同之处 到底在哪里 这两段文字传递的信息量 其实呢 是大差不差的 但是前者呢 就像是那种 学术专著中的文字 我们经常在各种各样的 科普著作中都可以看到 而后者呢 这就更像是我科学有故事的文字了 它有我非常鲜明的特色 那么他们的区别啊 其实就一点 就是毕达哥拉斯 在我的笔下 他开口说话了 所以啊 让人物开口说话 记住这句话 叫让人物开口说话 就是让人物立体起来的 一个具体的 可以实际操作的方法 那么除了让人物开口说话 你还可以让人物做动作和思考 也就是人物的心理活动 你还可以刻画人物的表情 还有他们的外貌 等等啊 所有能够反映一个人物状态的方方面面 这些啊都是让人物立体起来的方法 换句话说呢 在描写一个历史人物的时候 你对这个人物的描写是越立体 那么读者就会感觉他越鲜活 他就会从历史书中走出来 走到每一个读者的面前 下面呢 我来继续给大家举例子 下面这些例子呢 全部都是来自我的两本书 一本是时间的形状 一本是星空的琴弦 这两本畅销书 你会发现啊 在我的笔下 历史中的科学家都是非常立体的 那人物开口说话的例子呢 我不再单独多举例了 因为这个比较好理解 例子也非常非常的多 我举起来没完没了 其实呢 你一想就明白了 关键的是你要有这个意识 把第三人称叙述 改为第一人称口述 其实这里我需要举更多的例子呢 是要让你体会的啊 是人物的动作还有他们的心理活动 好 我来举例 在星空的琴弦 伽利略的证明这一章中 我写伽利略制作望远镜 我是这么写的 刚才您看到的内容 选自我的知识写作训练营的课程 第五期训练营定于7月3日开学 现在开始接受报名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 可以咨询微信或者QQ 128601960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